新城乡长和理台在上任之后 率领着新城乡公所的团队 积极行销乡内的好山好美景 来吸引饭店到这里投资 而经过了四年多的努力 未来将会有五家饭店 投资180亿元的经费来到新城乡 也会开创将近500个工作的职缺 提供在地的就业机会 来带动乡内的经济产值 新城乡拥有美丽的七星坦越亚湾 东边面临太平洋 可以说是举世文明的好地方 西边则是有中央商务来守护 乡内的美丽城市 新城乡的合理台表示 好山好水好美景 是新城乡最佳的本钱 商人四年多来就展开 行销乡内的优美好风景 是观光客必有的好地方 四年多来率领着公所团队的努力 商人将会有五家饭店 来进驻投资高达180多亿元 同时也感谢丛林长们的 共同努力之下 破坏新城 公所团队 在整个官方行销各方面 让我们台湾的产业 与其是饭店业 看到了我们新城乡 所以在未来 我们有五家的饭店业子 会到我们新城乡来投资 投资的金额 大概会把180亿元上 总共五家的饭店业子要进来 为啥好山好水在我们新城乡 我们大自然的 叶牙湾的滋液 海洋的滋液 可以说是让这些叶子 非常非常的喜欢 纷纷愿意来这个地方来投资 不使呢 我靠光光的产值也好 就业的机会将到达到四五百 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 来投入这个服务的这个行业 不用北标到台北 甚至到中部南部 去找这些工作 我想这些 愿意到这新城乡来投资 这些业子是经过评估再评估的 和他表示 拥有优质地理环境的新城乡 可以说是台湾最具特色的好地方 行销在地的修理风景 吸引投资客来移出经费 投资新城乡 未来也将会开创 在地的就业机会 以活动地方发展 来带动项内的经济发展 谢谢观看